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實就比一般小朋友來說就屬於不是很正常的 因為正常的寶寶仔每一天都應該有一次的大便 如果他三天才有一次大便 而大便是比較硬一點的話 我們可以說寶寶仔就是有便秘的問題 其實現在我們都見很多小朋友 都會有一些所謂便秘的問題出現 其實便秘的成因因素最主要是兩件事 第一我們說水份 第二就是纖維質的進食 很多時候我們都發現到小朋友比較少喝水的話 是會容易有便秘的情況出現 但最重要的就是在日常飲食習慣那裡 反而是非常之重要 尤其是我們說纖維質的進食 那什麼食物裡面會有多些 含有多些的纖維質呢 其實比較一些 常見多些纖維質的水果 包括了香蕉 譬如火龍果 奇異果那些 都是纖維質含量比較多一些 而另外就是新鮮的蔬菜 也有含有很豐富的纖維質 而現時的飲食習慣上面 如果小朋友是比較少喝水的 而不是那麼喜歡吃水果 蔬菜的話 的確他的便便的問題 都會容易發生一些所謂便秘的情況出現 而其他其實大部分小朋友 都是跳跳紮紮的 多些的話 在活動性上面 我們就反而不是太擔心的 但是其實活動如果比較少些的話 亦都可以引致到便秘的問題出現 很多時候我們發現 一個是一個惡性循環 那當嬰兒子如果大便很硬的時候 他越來越難去 那當他蛤損了的時候 肛門口又可能會有出血的情況 或者有刺痛 有肛裂刺痛的情況出現 那會更加不敢蛤 當他越不敢蛤的時候 在腸道裡面 又會將那些大便的水份再抽走 那會令到那些大便又更加硬 那所以形成一個惡性循環 所以很多時候便秘的問題 都要困擾了爸爸媽媽 那至於關不關奶粉 其實的確比較在人奶裡面來說 其實人奶的大便是比較軟 軟身一點 反過來奶粉配方的大便 很多時候都會容易 人奶的大便是比較硬一點 但是很多時候一歲的小朋友 其實都不是很靠奶 很多時候我們最重要的是 在一個進食的習慣上面 包括蔬菜、水果、水份 這些都是一個重點 其實要解決便秘的問題 最主要就是我們在飲食方面去著手 第一,小朋友一定要多喝水 尤其是現在夏天的時候 出汗會比較多一些 額外要多喝水份 去保持身體健康 至於腸胃 我們在飲食進食方面來講 一定要多吃些些豐富一點的食物 包括剛才說過的水果 例如香蕉、火龍果、奇異果 或者新鮮的蔬菜 一定要多進食一些 才能夠幫助到腸胃裡面 要多些些豐富 而幫助排便 至於不同年齡的小朋友 怎樣能幫到他呢 例如小時候的小朋友 例如六個月以下的 他又不能夠吃到其他 添加其他腐食的時候 我們可以考慮 盡量媽媽可以餵母乳 或者可以中間給少許水份 給小朋友喝也沒問題 而當他進入一些 吃腐食的時候 也可以額外添加一些水果 加一些蔬菜給他們 而大一點的小朋友 我們在廁所的習慣 也要鼓勵他們每天定時要去廁所 因為養成一個良好的習慣 不要以避免大便停留 在腸壁裡面太久 引致它變硬而難去 至於很多家長都會問我 例如開奶茶 或者其他中成藥 有沒有對便秘有幫助呢 始終都要視乎小朋友的情況 也可以不妨一試 如果你試完之後 亦都沒有大改善的話 亦都不一定會有幫助 至於反而如果 嬰兒子有一些嚴重的便秘問題的話 在我們沙醫的角度來說 我們有一些藥物 都可以幫助嬰兒子排便 包括一些乳果糖 或者吃一些益生菌 亦都可以幫助改善到腸道 而是幫助便秘的問題 也可以 FindDoc Your doctor is her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